Hello,大家好,来喝茶吧 今天我要喝小林老铺的爱草茶 Yomogi Tea Yomogi就是爱草的意思 在日语里面爱草的汉字是 蓬 蓬松的蓬 日本有一种点心 它是绿色的,很像麻糬 圆圆的 叫做草饼或者蓬饼 Yomogi Mochi 中文是爱草麻糬 你吃过吗? 我没吃过 等下次有机会去日本的时候 再尝一尝 爱草它的花语是 幸福平和平稳 我觉得还蛮符合它给我的感觉的 每次我在做爱揪的时候 我都会有一种心情非常平稳的感觉 喝爱草茶的时候 会感觉被温暖的拥抱 有一种幸福感 还记得上一次我开箱的时候 我说 这个爱草茶包 闻起来很像茶树精油 这是第一次的感觉 之后我把它泡成茶 它喝起来像绿茶的味道 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真的出乎我意料之外 所以我又加买了一包 这样一包很轻 是500日币 差不多120台币左右 里面有十包茶包 这是我昨天喝爱草茶 留下来的茶包 我把它拆开 因为我很想要知道里面长什么样子 我原本以为它可能是爱叶一片一片的 结果不是 你们看它长这个样子 它不是茶粉哦 它有颗粒状 所以它是茶粒 茶碎 这些不要丢掉 晚上的时候我要拿来泡饺 我准备了配茶的小点心 这个泰语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我都说这个是泰国的本米香 它的米粒比较小 台湾的比较大 吃起来嘎风脆 甜度刚刚好 我非常喜欢 另外一个是made in Myanmar 缅甸的花生糖 这是缅甸的特产 我买了好久了 可是我一直吃不完 因为它真的太甜了 它就跟台湾的花生糖的味道一模一样 我想这个是华人做的吧 爱草茶的味道非常高雅清香 闻起来有淡淡的绿茶味 所以喝起来也像绿茶 非常好喝 我很喜欢 我们现在天气有一点冷 非常适合喝温热的茶 还有爱草茶是没有咖啡因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喝了之后会睡不着 前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在吞口水 就觉得这里好痛哦 从这边痛到这边 然后喉咙也干干痒痒的 在这个时候喉咙不舒服 你第一个会想到什么 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 所以我马上做了快筛 幸好是虚惊一场 我是阴性 如果我是阳性的话 我现在就在医院了 然后我就想 为什么我会喉咙不舒服 我猜是因为空气污染的关系 我们从上个星期开始 这里的PM2.5就越来越严重 我们的农民开始烧一种草 我不知道这个草叫什么名字 我忘了 我以前问过泰国老师 因为烧的量很大 所以空气污染很严重 我每天都在外面运动两三个小时 就一直吸吸吸 所以造成了喉咙的不舒服 我吞口水也痛 吃饭也痛 那如果吃的东西有一点点温度 真的是痛得我哗哗叫 今天早上我觉得已经好了 你看我还可以喝热茶 我的方法就是吃更多的维他命C 蜂椒也多吃一点 我喝了很多蜂蜜柠檬水 昨天也喝艾草茶 艾草茶是可以治扁桃腺发炎的 这是书上说的 还有一个就是停止到户外运动 不然我又一直吸一直吸 这个可能就更不容易好了 我应该会找PM2.5纸 比较低的时候再到外面运动 所以我运动的时间可能要调整一下 吃个甜滋滋的花生糖 把这个带回台湾 让我妈妈去拜拜 他一定会很开心 哎哟这桶子可以拜拜哦 好放来放来 跟台湾的一样 你看 嗯 一样的味道 哦好甜哦好甜哦 我比较喜欢爆米香 这个真的太甜了 在新年假期快要结束之前 学校就通知我们要开始居家办公了 所以我现在都在宿舍 连期中考也决定要在网路上面考 这两年就是这样 哦有一个病毒进来 有一个高峰 等趋缓了之后 学校就说 啊可以在办公室办公了 可以去教室上课 然后又一个病毒进来 就这样一直循环 我在打完两剂莫德纳疫苗之后 心有比较安心安定 我当然还是会怕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 还是把自己的身体养好 打完两剂疫苗 再来该做的防护要做 其他的事情 我是不能控制的 我只能把它交给老天爷 最后我要谢谢大家 今天白天我喝茶 但是我又有喝 所以我喝了就要去上课了 今年我真的是离不开 爱这个字 爱酒 爱条爱溶 爱饼 爱爱铁 还有 爱草茶 爱草茶有什么功效 它里面的营养素很多 它可以暖胃暖功护肝 促进血液循环养颜美容 网络有很多文章 你们可以去找来看 我是觉得对我来说还蛮有效的 所以我才会一直回购 我拍了一些影片跟爱相关的 你们可以去看看 我是JK 我们下次见 拜拜